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客人的朋友大家好 钱大使界文集 翟轩好 大家好 还有弹大战略所教授王高成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英国变成大家非常的矚目 因为主要就是特拉斯的上任 是不是把英国带向了一个危险的 这种境界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特拉斯的不满 与日俱增 那就连他就是在党部演讲的活动 竟然都遭到了人家的抗议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画面 因为他们在党部里头 他本来正在演讲当中 结果没想到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个抗议者 就立刻冲进来 然后还拿起他们预先准备好的旗帜 就说是谁投他的 然后他就示意说一些抗议者 就是说示意一些保全人员 就说让这个抗议者出去 结果没想到台下竟然还有人鼓掌 怎么自家人 这既然是党内的大会 竟然还有自家人鼓掌 帮忙拍手 那实在是这个空气就直接凝结了 原来连自家人都不支持特拉斯吗 所以英国的这个媒体 新政治家讲说 特拉斯只配治理空气 所以现在看起来 民意的反弹 以及党内反弹的声音 真的会让特拉斯坐不住 这样子的一个首相大位吗 那英国的公众对于特拉斯的看法 根据他们民调机构的调查 这个是9月21到22 就是这个21到22的支持度 是26% 到了10月5号的时候 大概只剩下14%了 就骤降了8% 连关键字出来都是怎么样 无用 无能 没用 不可信 都是这样子负面的一些词语 那甚至又再被翻出来 过去婚外情的事件 因为他就讲说 他一直在模仿这个柴契夫人 然后现在好像形象 看起来是铁娘子 但是大家别忘了 他过去曾经有过出轨 他的导师18个月 然后最后是他的丈夫 选择原谅他 他的丈夫是他们之前 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 这个认识的叫做奥利克 就是他的原配 那他现在就被传出来 当时在这个之前 有出现这个出轨的状况 是因为他要进军政坛 那他因为进军政坛 所以保守党的那时候 就派了一个政治导师 就是菲尔德 他们大概相差了11岁 那他就是被人家形容 他好像为了要这个打入政坛 所以他就选择用这种 情感的方式 就跟这个菲尔德在一起 因为他在这个边 政治经验很丰富 在保守党也具有声望 所以这个特拉斯 就让菲尔德 真心实意的帮自己 然后就不惜 还用出轨的方式 但是这一段关系 只维持了一年半了 但是呢 当对方没有了利用价值 这一段关系就结束了 人家在那边想说 原来特拉斯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无所不用其極的 为着他的政治前途 而往前走 而且他的先生 后来也是选择原谅他 因为他就告诉 他先生一句话 就说小孩是你的 然后人家想说 这有什么关系 小孩是你的 然后就要原谅吗 就说人家在那边揣测 到底他用什么方法 安抚了他的先生 但是这也足以反映出来 特拉斯其实 他是在政治上头 他会用各种方法 不惜转向 不惜用一些 可能这种可以攀岩上去的 一些接近 来做政治的这些途径 那在2019年那个时候 特拉斯也是在一场选举里面 大家又再翻出了这个婚外情事件 那时候特拉斯是回应得很自信 就讲说 我现在婚姻非常的幸福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 特拉斯的政治生命 差点要告终了 而是那时候的首相 就是卡麦隆还力保他 所以他才继续留在 这个政坛上头 那可是现在英国 会不会真的被特拉斯 带向毁灭呢 带向日落去呢 现在目前英国人的一些 使用成本 他们现在必须得要 这个使用太阳能的电池板 跟涡轮机 家家户户要在天花板上 装起这种太阳能板 来求生 来产生一些电能 那连这个惠玉呢 都把英国跟英国的央行 现在的评级展望 开始往下调 调到了负面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 惠玉呢 估计这个英国政府的赤字 今年将要达到GDP的 百分之7.8 2023更是高达百分之8.8 而且2024总体债务 还会再往上升 也就是说 2023都还不见到改善 GDP可能会这个债务 升到这个GDP的 百分之109 每日邮报更是不看好 他说现在这个抵押的贷款 负担 已经接近1980年 这40年来 这个后期最高的 这个一个状况 那现在呢 可能怕是这个历史上 最大的房地产崩盘 很有可能还会超越 次贷风暴的一个危机 所以现在英国看起来 他现在是不是为了要 稳住他自己本身的内政问题 又开始学美国吗 就用这种抗中牌 开始打下去 就让大家 模糊焦点 你不要看我内政做得多差 就开始想说 现在出众手房中 要抗收购 关实验室 说什么中资的 红石投资有限公司 正在收购这供持西北电力公司 35%的股份 那这两家公司 就是这个英国的商务部讲说 这可能会造成的国家风险 不好意思 国家风险真的是 你们自己造成的 你们自己一直要跟着制裁 一直不管人民的 怎么又变成了 中国大陆的危机 让你们造成这样子的风险 英国媒体就在讲说 我们还有感受到 中国大陆还想要 征服英国的汽车市场 十年前 尝试要进入英国的汽车市场 失败 现在长城汽车 将在11月份的时候 在英国又再推出这个新车型 那这也是个好事不是吗 因为现在 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 全世界都在买 你现在都已经有能源问题 你还不买新能源车 所以真的是很奇怪 莫名其妙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北爱尔兰议定书也在讲 讲什么呢 欧盟内部的人士 希望与这个特拉斯 建立更好的关系 但是后面这一个辅助 真的让人有一点心酸酸 但是想知道他能够坚持多久 结果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但是我要先知道 你会在这个位置多久 连现在人民都不想理你了 还有英国的媒体 美日电讯报 讲了一句实话 他可能反思了一下自己 说回来吧 包里斯是谁 就是我们说的强身 强身回来吧 我们都已经受不了特拉斯了 我们来先问一下大使 英国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为这个很少一个新的首相 上来以后声望掉这么快 然后他的错误是接二连三的错 可是他现在已经在改了 可是现在问题的声望已经掉下来了 对 那么这个所有的矛头线都指向他了 过去英国就已经一大堆问题了 江森时候 说实话英国的问题就已经 就是等于说不断的报问题出来 对 那么他是事实上人们抱着 对他一点希望 把他希望他能够改善状况 可没想到他上来以后 他的政策主要是意识形态 对 他没有什么真正的理性 或者说专业 那么所以他的政策推出来 第一个时机不对 第二个呢 这个非常的怎么讲呢 大家都知道是有问题的 就是一个错的 他这个政策本来就错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就是一个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话 其实他的传统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减税 减税 然后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小政府 社会主义都是大政府 对 社会主义是把政府的功能扩大 做很多社会福利 然后当然征税 你有税 你才能够政府可以做 劫富济贫的工作 照顾这个基层的老百姓 这是社会主义的 偏左的政脑就这样做 偏右的政脑 就是不断的把社会福利 这个政府的公共支出减少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省下来的钱 就是把税少收一点 所以他上来就是减企业税 减车老百姓的税 结果造成一片恐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另外一方面 又面临的挑战 都是要政府来问题 来面临的 比如说英国人的 所谓的这些电费 瓦斯费 水费 这些账单 过去涨得不得了 涨了很多时候 然后他又说 你们放心 我会用补贴 你们能源费的方法 来补贴你们的 所谓有关的能源的支出 家里面水费 电费 然后瓦斯费的支出 人家就想说 你一方面你政府钱越来越少 你的钱都还给老百姓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给我增加 帮我的补贴 这可能吗 是不太可能 而且英国本身政府的财政 刚刚讲了 他这个赤字 一段不断不断的在增加 那你减税的时候 你会让英国政府本身的债性 就让人家怀疑 人家会你政府 你没有钱了 你政府的债你怎么还 然后另一方面 还有很多这些 这些退休的基金 英国有很多这些退休基金 比如说铁路工人退休基金 教师退休基金 伦敦市政府 员工退休基金 他们很多投资都投资在 英国政府的公债上面 但你这个债看起来是 要往下面怎么讲来 你连最基本的利息 2% 3%利息 你可能会付不出来 所以就这样普遍的一个恐慌 就因为他几个政策 把他整个搞成今天这样 另外一方面 刚刚讲到 欧盟是希望他 跟他改善关系 跟他怎么样 希望他冷静下来 因为他一上来 他就提了一个很意思 请大家说北二兰的 我们当时退出 那个有关北二兰协议 我不承认 我把它推翻 英国退出欧盟 也不过才两三年 你刚出 你当初退出 要谈好的条件 欧盟也给你了很多 优惠的退出的条件 你现在换一个首相 你就不认账 这个不行的 而且这个 这个北二兰协议 有个问题 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北二兰过去 那个二三十年的 二十多年的和平 就是说过去 北二兰跟爱尔兰之间的 就北二兰跟英国政府之间的 这个和平 可能就会被打破 那么重回到动乱的状态 所以他每一招出的 都是怎么样 都是真真见血 而是会让英国流血的 而且会流很多血的 而他都做了 所以他今天的处境 不是说英国老百姓不喜欢他 前一阵子美国政府也干预 美国政府说 你最好三思而行 因为美国也不希望英国 这个财政 这个整个政府的垮台 那么引起了整个连锁效应 对美国对世界都不利 对 所以现在英国本身 对于特拉斯的反感 已经没有办法再抑制下去了 就连他自己同党的人 看到这样子被呛 工掌 现在大家都已经异于言表了 蓝老师 特拉斯一上来的时候的 一连串的重大的政策的错误 其实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 就是这样主张 他只是在兑现他竞选的主张 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 他竞选的主张就叫减税 而他获得的是 他同党的这些少数 但是有决策权的 有投票权的这些人的支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老 白 男 他们的支持 那这个就凸显了英国的内阁制 里面的重大的缺陷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民意上 广大的民意是认为特拉斯不够资格 来领导英国的政府 不应该把这么大的权力 交在这个人身上 但是等到他进入了英国的 这个同党的内部里面的选举的时候 最后决定的 并不是具有广大民意社会的间接选举 而是走入我们以为中的 这个直接选举是最代表民意的 但是这个制度设计的缺陷就是因为 它是保守党里面的这些少数人 所以几万票 八万多票 就代表了几千万的英国人 这个就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内阁制设计上的错误 它造成了今天的后果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特拉斯在兑现他的承诺 因为他说我要减税 可是当他要减税的时候 第一个他扩大了这个社会的不公 这个社会的不公是什么 贫富差距拉大了 因为越有富有的人税减得越多 这个已经造成了 这个社会不公的情况更加的恶化 第二个 政府的税收减少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财政的支出 跟这个政府的 财政的收入跟政府的支出产生不平衡 引起了金融界的恐慌 金融界的恐慌 所以造成了他的主权债务的 这个平等往下降 你看第二家在往下降的时候 例如说假设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劳退基金 有向英国购买他们的公债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退场了 因为我们的劳退基金 要确保他的安全有效率 所以只要是被评价往下走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有退场的机制 这样的情形就会造成 英国本身的财务的 金融的更大的恐慌 所以您会看到 大家估计说 这种金融海啸在英国 很有可能会发生 这个就是特拉斯 他一开始的时候的施政 所造成的第二个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他本身对于电价的补贴 拿出1000亿英镑来补贴电价 可是问题就在于 越富有的 越是企业的 他用电量越高的补贴就越重 因为他是按照一个上限 也就是我定了一个电价的上限 超过以后你就不用支付了 那这样的话用电大付 他就本身就造成了不公平 而很多人的电可能还没基于这个限 但是他不补贴 因为超过以后那些钱是政府负担 又造成了另外一个 用电大付本身的不公平 那第三个问题就来了 他不对退休人员的这些薪水 退休的 也就是说他已经拿了比较少的钱 物价涨成这个样 店价涨成这样 那他的薪水越来越少 他又没有工作能力了 他并不把那个钱拿来补贴 这些退休的人员 所以退休人员 他生活陷入更大的困顿 所以他的所有的政策 就造成了贫富的扩大 那当然这么多的英国人要站出来 这么多的英国人要站出来 而且要直接反对他的时候 又抄抗中反中牌 可是我觉得这个牌 在美国已经效率在递减 其实在台湾最明显 你看台湾这次的九合一的选举 有多少人在搞这个抗中反中牌 可是你看台湾的老百姓说 顾肚子吧 经济搞好吧 对不对 不要再搞这个芒果干的 大家已经玩透了玩腻了 这样的情形下 我觉得当他又把他的 施政的错误 转移到这个抗中的时候 我觉得效果是会一直往下走的 反而引起大家更大的反弹跟反感 王老师 确实 不过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 看起来应该是党内跟党外的冲突 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组织 因为毕竟特拉斯他的政策 是鼓励大企业的发展 这鼓励环保他们去抗争 这个鼓掌的 我看可能是同党的国会议员 为了要压抑那种抗争的方向 有时候他们也会鼓掌 来表示一个支持 我们可能还要再了解一下 不过可以看起来就是说 显然他的民间的声望并不是很好 他最近跌的是非常多了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 特拉斯他的一个崛起的过程 跟他的执政的风格 看起来都是以模仿居多 就是他想模仿 这个铁梁子柴契尔夫人 所以他走的是保守党的 英国保守党的 传统的意识形态跟主张 就在这种大环境变动之下 他还持续的要去减税 同时还要增加国防支出 来对抗像中俄这样的一个强权 但是你这个减税来讲 首先就变成说 你马上造成了一个 国内的这种不公平 因为尤其是现在通货膨胀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要减税的话 其实看起来就是说 对那些上层阶级者来说的话 其实通膨对他一点都没有影响 你还去减他的一个税 所以说大家觉得是非常的不公平 在这样的一个不公平之下 同时又会造成你的财政的负担 的一个加重 所以他一公布这种减税方案之后 英国的金融市场 马上就没有正面的回应 就是说股价跟汇率都大跌 所以引起他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同时造成这种所谓的 中下阶层的不满 所以有很多的抗争的一个压力 因此他的财产又临时 又做一个急转弯 就是把原来这个 45%的上渐这么高的税率 本来是要降低到40% 突然看着情势不对 又把它回复回去了 照说他们认为说 这我是呼应民意 可是对于这些金融投资者 跟企业经营者 他们又觉得恐慌 就觉得你这个内阁的一个政策 怎么可能在几天之内 做这么样的大幅度的改变 那你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将来我们怎么可能依靠 你的这种政策的一个主张 所以因此又没有得到 他预期的一个效果 所以变成说感觉上好像说 他们的这个惊慌失措 所以包括就是说 像企业界对他不满 中下阶层也对他不满 所以他的这个不止民调的这个下滑 同时让整个的这个保守党的声望 也大幅度的降低 跟最新的民调看起来就是说 他们这个保守党 一下落后了工党33%的这个比例 所以这当然就引起了就是说 这个同党的国会议员的一些担忧 尤其是我们看到特拉斯 他的一个当选 其实也并不是说 他自己真的很优秀 主要就是说跟他竞选的这个苏纳克 他的这个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他当时是主张 因为他是当过财产 他知道就是说 你在通膨跟财政负担之间 可能财政负担也是必须要 同时的一个解决 你不能够就是一昧十股不化 就强调要减税 那你同时要去补贴电价 那你钱从哪里来 难怪就是说他的 特拉斯的政策一公布之后 这个惠玉性贫 马上给英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性贫的平等又降低 这其实又不利这个英镑的这个弊值 对经济又不好 但是当时同党国会员 多数其实是支持苏纳克 只是因为基层的这个保守党党员 认为第一个就是说 他看起来就是这个 对 从那外形上 跟他的种族意来讲 是这个保守党喜欢的 这种这个族群的意思 同时他的主张 又是符合保守党传统的主张 因此让他当选 但当选看起来 他现在的领导 确实不止他个人声望下滑 也带给保守党 甚至整个英国的一个 整个的经济跟政治的危机 所以依照这个特拉斯 这种善变的政治性格 不知道这个接下来英国 会被他带往何方 会不会这样子在变动当中 英国也不像以前那样子 日不落国的一种荣耀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马上回来